接下来我们将镜头转进屏林 大家对于泡茶喝茶的印象 通常都是围坐在桌子的市周 不过最近在屏林茶叶博物馆所推出的特展 就颠覆了这样的概念 民传大学学生从过去农村生活来发想 设计了可以享受树饮摇曳感觉的停价 悠闲享受饮茶的时光 而另外还有能够在倾斜的圆桌喝茶 这多元的茶空间别有一番的乐趣 喝茶可以是休闲可以是休息 也可以在不同的环境 营造不同的氛围 或是透过不同的形式 瓶林茶叶博物馆最近推出的 陆语着乐迷地层下的茶空间 就呈现了十一组不同的茶空间 有来自学生天马行空的创意 也有流传久远的偏乡民族茶文化 像是由民传大学建筑设计系学生 郑永浩所设计的茶屋 光晃亭 灵感就是来自于早期务农人家 耕作疲累时 在田边树下泡茶休息的情景 早期我们农家 在这个农作之余呢 会在这个我们树下乘凉喝茶 那在树下的时候 会有这个树叶的影子 受风吹拂 它就会产生树影摇晃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作品是可以晃动的 那在底下喝茶 就会很像在树下喝茶 另外丹丘茶席是呈现中国云南地区 少数民族布朗族的饮茶方式 由于当地天气湿热 因此盛行烤茶 他们就使用烤炉 烤罐的这样的方法 在火炭上面呢 把它烤热 烤热之后呢 再把茶叶放进去 再把烧红的炭火 放到炉罐里面 再加上热水 让它烤到整个泡沫都起来之后 而且在泡沫沉淀下去 再把茶倒出来 好好的移用下来 而这组T-Balance 将茶屋空间设计成倾斜平台 品茶者必须在一举一动之间 寻找彼此的平衡 让喝茶也可以隐藏着一种精细 喝茶是中国人流传已久的一种传统文化 想要了解年轻世代 是如何透过当代手法来诠释古老茶文化吗 您可以来到茶博馆展开一场充满趣味的悬茶之旅哦 记者成评 咱们其评宁采访报道